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以及交通处长王震宏等人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副议长杨秀玉协同议员们再次到基隆成绩转运站进行考察 了解包括二楼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等13个月台车位是否已经全部完成 及二楼和三楼的商场整体空间改善情况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第一阶段今年7月1号客运站先启用 方便通勤民众搭乘国道客运以及施工车 而第二阶段包括二楼及三楼的商场营运部分 则是在今年12月份可以全部启用 我们第一阶段是在希望7月1号以前 把简单的一个客运转运的部分国道在这边进来 以及中山一二路 所以分第一阶段就是让国道客运的一个成绩转运站的部分能先启用 那我们同步在做所谓的 包括楼下的一楼以及二楼的一部分 以及三楼这些商业设施的一个市庄的部分 我们也同步在推进 所以大家有分这个两个阶段来进行 现场也由负责成绩转运站商场招商营运的厂商向市议员们解说 未来二楼及三楼商场营运招商的情况 二楼包括有便利店及住民的星巴克咖啡 以及三楼预定由瓦城等住民餐厅业者进驻 议长同志委代表市议会表示 最重要的还是客运站的启用 是一般通勤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那不分党派大家都会在意说 因为我们每一个待遇室都是民众选出来的 我们自己选区里面或是全市的市民 都有非常多的家人 大家都在希望说我们转运站 可以有一个方便舒适的后车环境 因为我们又多余潮湿 像我们现在冬天也很冷 大家如果可以在室内等车 不管在客运上面 那我也希望交通处可以紧速来安排 包含大家很关心说 我们有一些客运业者会不会拖班的问题 尤其在高峰期 那大家这个整个问题 我们如何把公车客运铁路的运输处理好 安排好规划好 或是环境整理好 都是大家关心的 所以我们非常期盼这个启用的这个进度 那我们通勤组也非常的期盼 那这个相关的餐品业也会带动基隆的发展 那我想市府应该有多个单位大家共同来 秘书长也在 有个多个单位共同来一起把这个东西来完成 市政府交通处长王顺宏也向议员们解说表示 曾经转运站一楼 也有连通基隆火车站南站的通道 可以方便通勤族们进出客运站和火车站 避免风吹日晒雨淋 而议长通知卫也有感而发表示 赖清德准总统也算是第一位出身在大基隆地区的总统 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更用心争取中央的资源 发展建设基隆市 而不是不断透过政治纷争 浪费基隆的发展和基隆人的权益 蔡总统任内我们这八年基隆市的改变 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 那赖清德总统更不用说 他是大基隆的子弟 万里出身在基隆生活圈 包含我们家族有很多都在基隆发展 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那我想希望市政府可以更用心在争取中央资源这一块上面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错过就不再有 基隆四百年来也没有选过总统过 也第一次 那所有的行政团队都会因为总统的出身而重视基隆 所以各部会一定都会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给予基隆 但是我这个东西有需要计划型的补助还是相关的预算 都希望都需要市政府来拟定计划 来做一个完整愿景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不希望不断的透过这样政治的纷争去浪费基隆的发展 还有影响到我们基隆人的权益 就像转运站或者是我们后续的招商 我们都希望可以顺利 我还是希望我用议长的身份或高度来期盼我们基隆市政 可以持续的迈进 不要政治的纷争 市民朋友最期盼的是什么 转运站的通车核实 我们有多少广大十万甚至超过十万的通勤组 他们大家一定会一个疑问 外观看起来好了 那怎么不赶快启用 这是汇集公车 客运 铁路 尤其我们有这么多的年轻人 我们有这么多的市民朋友在台北上班 往返 各个地方上班 他们在意的是 我的车子什么时候可以来 我的车子会不会准时可以让我上班 我可不可以多睡一点 这是一个整个经济环境发展的问题 我们在 我们属于卫星城市在双北中间 双北旁边 我们就会面临到整个通勤的问题 所以市政府还是市议会 大家应该共同关心的是 启用的进度 安全的问题 何时可以让大家更方便的往返在基隆之间 台北之间 不管早上还是下班 那我们市政府应该更关心 我们周边的环境 譬如说 有没有考虑到汽车轮停 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旅客 到基隆 这是第一个印象 如果你是一个当地人 你最在意的是 我什么时候可以不用 刮风日晒雨淋来搭车 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要关心的一个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